众所周知,两国之间发动战争大部分原因都是利益使然。 要么是侵占他国的领土扩大自己的殖民地,要么是侵占资源。 这一点从美国二战后发动的多次战争中,就能明显地看出来。 比如著名的海湾战争,美国为了确保美金在世界石油资源中的主导地位, 不惜对被当时称之为全球第四强国的伊拉克发动战争, 美国本以为这场战役会延续大伤。 毕竟当时的伊拉克国富民强,结果伊拉克是个纸老虎。 双方一开打,伊拉克在美军的铺天盖地的轰炸之下,毫无还手之力, 美军只用了42天就把伊拉克给打趴了。 从此,美国在石油的主导地位,也更加的稳固了。 所以从各方面来讲,战争背后肯定是有目的的。 然而在世界上有一场战役没有任何的意义。 双方都倒得到任何好处不说,结果还把自己给赔进去了。 当时中东的两个超级富国,吃炮了撑住,打了八年消耗战,结果都成了穷光弹。 至今翻不了身,两败俱伤。 这一场战役,是就是著名的两翼战争。 在20世纪,60至70年代,因为其他地区常年战乱的缘故, 伊拉克和伊朗两国靠住丰富的石油资源出口,快速的崛起。 国民生活水平提高。 人均纪地匹,也排在世界前列。 军事实力也得到了有效的提升。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进行之下去的话, 这两个国家在往后国际上,也是排得上号的存在。 都说一山不能容二虎。 然而因为所谓的中东老大头衔双方,就大打出手。 而战役的导火索,就是边境问题。 结果两翼战争,从1980年9月开始,一直到1988年8月才结束。 这一打就是8年的时间。 伊朗为这场战役出动了30万的兵力,900辆坦克,470架战机。 而伊拉克这边参战兵力也高达19万,2200辆坦克,450架战机。 本来好不容易建设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,和完整的国家基础建设。 在双方的消耗战之下,家园变得支离破碎。 百姓流离失所,实不果腹。 俗话说,大炮一响,黄金万两。 战争打的就是钱。 每一次的开战,都是对于国力巨大的消耗。 最后两国没有一个是尝到甜头的。 双方都损失惨重。 在这场战役中,除常规战争外,双方还都采用空袭城市建筑、空袭船战、袭击油田等战术破坏敌方后勤、经济设施的手段。 让损失更为严峻。 让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国家重新回到了起点。 伊拉克还为此签了几百亿美元的外债。 属实的没谁了。 如果说不是有这场区域性战役的话,很有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海外战争了呢。 不过这也不一定。 这一切都是历史使然。 即便遭受到美军打击的不是伊拉克也会是二拉克、三拉克。 而目前,两国在战后,在此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摧残。 直至今天曾经的辉煌,再怎么努力也回不去了。 曾经富裕经济发达的两国,变成了穷光蛋。 毫米超任13万 Heath米的使用文献中休士宝权。 后来重散改来啊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